这个治跟乱的标准在哪里呢 国家上轨道 颁布礼物 人人都遵守 社会就暗定 这叫天下大治 没有治理作用就是乱食 没有标准 你现在穿衣服 在过去穿衣服不可以的 私能工商 过有过的服装 不能穿错了 穿错了你出不了门 那么这个里面还有级别 这个级别都在服装上 服装的颜色一分级别 服装上的花纹是级别 便于地位 在下的对上级指导行礼 不至于搞乱了 礼节也有规定 最近的最尊重的礼节 清朝的礼是三规九寇书 这是大礼 一般人见皇上才行 普通的礼节 就是三拜 没有九寇书 那么平常日常 就是问却 我们要讲句空 九十多的句空 人人人都要懂啊 吃饭有吃饭的礼节 宴会有宴会的礼节 婚丧家娶 都有一定的规矩 不能搞乱了 现在全没有了 真的乱成一团了 我在台湾的时候 蒋总统过时 蒋经过时的儿子 穿黑色的清朝的装补 就有些人问我 这个如不如法 我说怎么不如法呢 没理啊 爱怎么穿 你怎么穿呢 那么这个是清朝 礼服 这个不是孝子穿 孝子是匹马带孝王 这是跟他关系很远的 像朋友很远的 穿这个没有颜色的素色 表示爱头 所以没有礼了吧 没有礼就 爱怎么做就怎么说 没有标准 所以 这个礼 是政府颁布的 要大家遵守的 那么在现在呢 应该是通过立法 通过 有议会通过 由总统来发布 全国要遵守 这就上规刀了 这在历史上讲的 知识 天下大智 没有这些礼节 阴若 叫乱事 满清网谷 民谷 到人民共和国 建国到今天 都没有颁布礼 这非常遗憾 现在对于礼遇 真正明了的人 不多了 再往后十年的时候 没有做这个功夫 恐怕没人知道了 那就得一直乱到底了 要乱下去了 这个是 政治里头 一桩大事情 这不是小事 不能够不注意 佛门有佛门的礼 在中间 家有家礼 家有家归 归有国法 和我们赢了 好 好 好